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说我是诈骗 他们会用很多新的方式来包装他们的骗数 之前其实我写过一篇会员限定的文章 我最近其实有考虑想要把它公开 就是如何试破比特币诈骗 那里面是在讨论的是庞氏骗局 既然今天讨论这个庞氏骗局 那我们就邀请专业法律的专家 徐世伟律师来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那我们请徐律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 我是徐世伟律师 今天讨论的这个主题其实比较即兴啦 起源是这样 就是我自己在捷运上 然后站在门口边 然后看到隔壁的人正好在滑手机 然后滑手机他的手机荧幕上面 正好有个XRP 这种英文字母组合 我是对币比较敏感啦 所以我就看 那这不就瑞波币吗 可能多数人不会有这种感觉啦 职业伤害者 我就突然很好奇 诶这个是一个阿姨 诶她竟然有瑞波币 就稍微注意一下啦 有点不太好 但是我就一直看她 那她上面就还有以太币 其中看到一个很有趣的 叫做NBY 我就看 哇哦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总之我稍微闪过一下而已 然后她就开始拿起她的计算机 然后跟纸本 然后开始计算她一些 可能是收入的金额吧 那我就在那边观察了她好一阵子 我自己也对到底什么是NBY 很好奇 所以我后来就回去Google 那Google之后发现有他们的说明会 那听完整个说明会之后 我觉得跟之前我写过的 庞氏骗局的结构非常的相似 所以我第一时间我就丢给徐律师 因为我们之前就有见过面 然后就说 诶这个到底该怎么办啊 这种庞氏骗局 其实大家日常生活中会遇到 也不只在币圈啦 所以就想说 诶那就找个专家来讨论这件事情这样子 好好谢谢明恩 对因为刚好上次跟明恩见面 有提到庞氏骗局嘛 然后当然明恩他写的那篇 我也有拜读啊 那的确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 那庞氏骗局其实无所不在 我有稍微查一下啊 那庞氏骗局这个雏形啊 可能在19世纪就出现了 不过为什么叫做庞氏骗局 因为以前在美国 在20世纪初的时候 有一个人叫Ponzi 他跟人家说 他有一种跟邮政方面的投资工具 那只要投资的话 就会获得相当高的利润 然后相信的人非常多 然后呢就遗产师1300 大家都投入了 投入到最后呢 这个整个架构就是崩溃了 最后呢庞氏就承认他是在诈骗 他最后被判刑 因为这个是比较有名的案子 所以后来有人呢 遇到类似的案子 一律叫他Ponzi scheme 庞氏骗局或庞氏骗局 还蛮有趣的 就是说其实这个庞氏骗局 他在一开始 他在192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但是其实同样的骗数 一直到现在 他一直在变换 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他前面交易的媒介 其实是一个邮政的工具这样子 但是现在看到的其实是币圈 包含虚拟货币 其实也可以套用同一个框架来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就非常有趣 因为其实我猜啦 多数会听 还是Podcast的读者 未必会有机会接触到这种庞氏骗局 我自己其实也是从这个YouTube影片里面 才知道说 哦原来是这样子宣传的 我自己就非常好奇 像这种庞氏骗局 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当然可以理解 就是说很多人进去 就会发现说 是很想要赚钱 我稍微简述一下那个乐存钱包 他的运作方式 他的运作方式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 他里面其实有一些是正确的资讯 有一些是错误的资讯 正确的资讯在于说 确实有比特币这件事情 然后比特币确实在这半年 大概有从一颗比特币 三千六百块美金左右 这是最低点 然后一路到现在大概一万美金左右 确实是涨了三倍 那他其实也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有点像是告诉大家说 那现场有人买比特币吗 那当然听的现场几乎都是没有买过比特币 对对对 他就说你错过了 怎么办呢 我们有个新的这种NBY 对对对对对对 第一个我觉得很重点的地方在于说 他会说那我们这个NBY怎么赚呢 你只要把你的比特币从交易所的这个账户里面 转到我们的账户里面来 那我们就会固定的配发这个NBY给你这样子 那你存越多存越久 你的NBY就越多 大家就会说那你NBY有什么用 他马上接着说 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就是会接着就知道大家会有什么问题 然后说NBY现在没有在任何交易所上市 所以它是一个封闭型的 所以关键来了 只涨不跌 我听到这个就觉得 哇 这关键所在啊 只涨不跌 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线索吧 就是大家在下面 Tim都是想要赚钱 那当然他前面也有铺陈了很多 就是说我们要赚钱 就是要赚这个趋势财 你看这个比特币真的是一个趋势这样子 对那这就还蛮神奇的 就是我不知道这到底是 过去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案例 其实它可能未必是在币圈里面 好的 其实有项统计 从21世纪来 大概规模超过10亿美金的 可能大概就有10起左右吧 类似的东西 但不一定在币圈啦 然后其实呢 台湾很久了 30年前就发生过 很有名的案子 那时候叫做红元 红元集团呢 负责人姓沈 叫沈长生 大概民国70几年左右啦 然后那时候台湾呢 可能股市快要刚起飞 然后呢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投资工具 莫利的 大家的想法都是储蓄 然后所以说 突然来一个工具 就是有人告诉你说 哦 你只要投资我的公司 就是说你把钱放在我这里 然后呢 我每个月给你四分利 百分之四 也就是说 一年呢 这样单利就有百分四十八 就接近百分之五十的回收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然后呢 因此呢 造成了就是说 不管是家庭主妇啊 或者什么的 那就疯狂的投入 变成全民运动 然后呢 政府真的被吓到 因为以前没有出现过 这样的情况 当然可能在外国到处都出现过 大概在台湾是第一次 于是呢 大概持续了几年呢 这个集团规模越来越大 其实这已经出现了 就是所谓庞兹骗局的 第一个特征就是 他会给你一个什么呢 他是许你一个愿望 就是说 我会保证你呢 获得一个比市场一般的 获利水准要高的利益 而我们知道 就是说 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你希望有高报酬的话 就会有什么呢 高风险 这个是正相关的 所以说 他取你一个高报酬的时候呢 他却保证是什么呢 你会没有风险 但这是 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我们在讲 财务投资的时候 都会讲说 有一种很衡量的工具 就是说 如果是几乎零风险 比如说国库的公债 或者是说一些银行的定存 那只要银行不会倒的话 尤其是在台湾有存款保险 那不会倒的话呢 那几乎就是无风险 那这时候呢 无风险的时候 利率是相当低 然后呢 你想要比这个利率还要高 你要挑战他的话呢 那你就要冒点风险 而那时候呢 沈长生 红元集团在当年呢 在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 其实定存的利率 可以高达12%左右 年利率 已经是很高 相对于现在 现在是低利率时期 可是那时候 沈长生居然许大家一个 年利48% 而且是零风险的 那这时候 当然大家去制作物 这是第一个 就是要让人家入窍的第一步 就是说 我许你一个高利率 而且是零风险的 然后可是 为什么大家就要相信你 比如说 徐水律师走在路上说 我许你一个高利率 但是呢 大家不会相信 所以他需要周边的 很多东西配合 比如说他告诉你说 我有很多的财团 我有很多的公司在支持 然后我有很多的投资 我有很多的生意都非常好 非常看好 然后呢 那这些东西呢 都是涉及到 可能是专业的 或是技术的 或是一些新的事物 尤其新的投资工具 新的金融工具 让大家看不懂的时候呢 可是这时候 有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 出来讲话了 大家慢慢相信了 就先尝试投入第一笔钱 投入之后 就发觉说 我第一个月真的获利了 这也是这类的游戏的 另外一个特征 就是什么呢 他通常每个月都会付你钱 你去银行定存 他不会说存一个月通常 那但是呢 这类的话 他一个月就给你 因为他让你马上看到 然后于是你更有信心 然后呢 你更有信心的结果是 我有三个结果 第一个 你可能会投入更多的钱 第二个呢 他给你另外一条路 就是说 哦 如果你把这个利润呢 再加进去的话 就是说 你不要去拿到这个利益 而是你把这个利益呢 回到本金的话 投入本金 不就立上滚利了吗 然后这时候 基于人性的摊 他就会继续投入 那投入的结果呢 你就没有再拿回本金 也没有拿回利益 你就看着 你的报表上面 钱滚钱 好像变得很大 第三个 他会给你另外一条路 就是说 如果你去拉更多的人的话呢 或者说 你投入的资金更多 放的天数更长的话呢 然后再加上 你拉更多的人的时候呢 你就会得到 更高的奖金 或更高的利率 那这时候呢 他们就希望 把这个钱放得更久 而且拉更多的人来投入 庞兹骗局这样子的话 因为他既然许你一个 超乎寻常的高利率 那么事实上是 在现实世界 其实做不到 那么他为什么 要许这个高利率呢 除了骗你以外 那下面要怎么维持呢 他基本上就是 希望你拉更多的人进来 或是用更多的钱投入 也就是说 他是用后面的钱 后面投入者的 投入的资金 去把它变成 前面 前手的利润 后金补前金 那这样子的话 就继续维持 可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呢 一旦后面 没有新手加入的时候呢 这个体系 终归会崩溃的 因为他并不是 真正去靠投资 或是说 经营业务 来取得一个 合理的利润 而是靠后金 五千金 所以说在台湾 除了红元以外 早期还有非常多 叫做号称 叫老鼠会的 那也是一样的原理 所以就是为了 管理这种东西 就叫做 多层次 传销管理法 里面就有 特别一条写说 什么呢 传销的结构 绝对不能以 拉人为主要的收入来源 如果是这样子 当然就是一个 非法的特征 就是这样子 当年红元集团呢 总共吸金 大约1000亿 后来呢 到民国78年的时候呢 政府终于 其实已经 大概到了 七八年左右了 民国78年的时候呢 政府修了一个 银行法 29条之一 立这个法 意思就是说 像红元这种情况 会被认为非法 于是发生挤兑 然后红元就马上垮掉 但是呢 剩下的钱 已经不多了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 刚刚你提到的时候 我都直接一个一个 帮他就是 陪队到 我了解 要件是不是和符合 对 其实我在文章里面 不是写 这个乐存钱包啦 而是写 plus token 那只是 plus token 可能大家 有时候会在新闻里面 看到最近 好像是垮台了 那就没有人会来说 我是污蔑他这样子 但是乐存钱包 现在其实还蛮多人在玩的 他们同样的概念 都会是说 那他背后 像是乐存钱包 我举着 因为我看了他的说明 会看了三遍 他同样也是说 我们这个乐存钱包 背后有一个 乐存大健康基金 然后这个大健康基金 背后 还有四个集团 OK 那我们这四个集团 就是后面 还有跟这个mastercard 他是中国的总代理 而且他还有 3D的广告机这样子 然后这个 飞航赚钱 因为如果大家有去 北京 或者是上海 搭过地铁的话 就会知道说 那他在地铁开的时候 他其实旁边 那个窗户 其实是都可以看到 一些广告机 然后你就是边开的时候 你可以边看到 那些广告 那其实还蛮有趣的 那他就主打说 他们这个 后面的这些集团的钱 是从这里来的 当然是主打说 我们绝对不会是 吸你们的钱 然后来 补前面的人的钱 但是基本上 他的结构是非常相似的 就是会告诉你说 你要存多少钱 那这个到底跟比特币 有什么关心呢 他们的整个结构是说 那你把比特币 或者是以太币 他总共列出了 六种不同的币 当然他其中还要 装枪做事一下 就是说 其中有 例如说ETC 这个以太经典 不值得投资 这个不要 然后就是觉得 好像真的有人 帮我评选过一样 然后就是说比特币 以太币等等的东西 那可能是 乐存钱包自己不要 就是觉得 他们看不起这个币 他们拿了这个币之后 他们是鼓励大家 从 他们还指定 推荐你从MAX交易所 这个很多人 都有在那边用 然后我有朋友 在那边工作 然后就是说 在MAX交易所 把你的资金 转到 乐存钱包来 好处当然是 你可以拿到NBYB 然后这个NBYB 只涨不跌 然后他也可以赚很多利息 大家就会很好奇 就是说 那他拿这些 比特币干什么 他其实 里面有一个 很明显的误导 就是说 我们百分之百 不碰你的钱 他这边 其实有点tricky 就是说 他会告诉你说 你这是乐存钱包 那我们常常在文章里面 会提到 就是说 钱包只要你自己控制私钥 那没有人能够懂你的钱 那他其实某种程度 借用这个说法来说 那你看 你自己控制你自己的钱 我们都没有碰你的币 这样子 但是其实 他那个乐存钱包的APP 本身就是一个 类似交易所这样的概念 私钥在他那 因为说 持有的人 他并没有 持有任何的私钥 换句话说 你的钱基本上 是在别人那里 那只要万一 某一天垮台了 那就会像是 刚刚徐律师提到 就是说 那你就很难 去领回你的币 那币只是 看起来账面上 在你的钱包里面而已 但其实实际上 并不在你那边 这样子 对的确是非常吊诡 到底要币做什么呢 其实可以从好几个方面来看 比如说他现在呢 假设了 假设呢 这个集团最后呢 有检掉上门了 他会说 我们没有收投资人的钱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为什么他那么强调 你可以从各种交易所 去转币过来 他要转的请记住 都是虚拟货币 都是加密货币 他没有说要你半毛钱 不管是新台币 或者人民币 他都没有要 为什么呢 因为至少台湾的银行法 是这样处罚的 他说呢 反正你吸引投资人呢 投入的是资金或款项 然后呢 目前呢 台湾的最高法院 还没有表示意见 但是呢 这个资金或款项 怎么解释呢 台湾的高等法院 有一个很重要的判决 写得很详细 他说呢 因为呢 这是跟犯罪有关系的规定 所以呢 有一个叫做 罪行法定主义 就是规定里面的文艺呢 是不能超过的 比如说 假设有规定说 你不可以炸鱼 在古老的条文 那结果你去垫鱼了 不罚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是用炸药 你是用垫的 虽然造成的危害 可能是接定 同样的 他说银行法呢 可能因为比较古老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民国78年定的 他那时候没有想过 他就说 投资人如果投入的是 资金或款项 他说 这个资金或款项 怎么解释呢 按照现在的话 因为呢 我们跟日本不一样 我们不认为呢 这是一个通货 所以说呢 法院认为呢 资金或款项 不能套用到 加密货币上面 所以说呢 你吸新台币 吸美金 吸人民币 都违反银行法 但是你去吸 加密货币的话 至少这个法院 他是认为 不违反银行法 这个差很多 但是他认为 成立诈欺罪 因为这个银行法 等于说 这条规定是 诈欺罪的一个特例 那因为台湾的诈欺罪 是罪重判五年 而这个银行法 这个规定呢 最终呢 可以判到二十年 所以说 他是说 这是特例 然后呢 文艺不合 所以说这个法院呢 说 这是成立诈欺罪 不算是银行法 那个罪 就是说吸金的部分呢 就没有办法算了 对 所以他至少 规避了这一个 对 他其实可以 蛮容易 透过虚拟货币 来避重就轻 是的 是的 再其次 就如明刚刚所说的 就是说 他号称你把币转过去 但是呢 因为其实呢 你转过去以后 私钥呢 我没有试过 但是非常可能 不在我们身上 我也没有试过 说实在 我觉得还是不要试 比较好一点 我比较安心一点 对 所以你既然没有私钥的话 你看到都是一些数字而已 你不确定 你有支配的权利 然后呢 那么好吧 你所存的那些币 就是说 NBY以外的币的话 我们就不管了 那些东西 也许都在交易所里面 那NBY是不是 你可以掌控的 就算你可以掌控好了 但是呢 NBY到底有什么价值 我是非常的 觉得可以好好的问问 不枉我听了三次 他有说 NBY到底有什么用 你拿了NBY之后 还有两种主要的功能 我觉得很不错 一个是 你可以用闪对 这其实是中国的用法 其实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换回主流货币 换成什么币呢 换以太币 他就说 那换成主流货币 主流货币就是 非常的流通嘛 那所以你就可以 马上换成现金 跟拿到现金是一样 这边我同意 那我 其实我不同意 不过你先讲 我猜我们结论也差不多了 OK 然后第二个是说 我们有一个实际的商城 他就说 我们有一个叫做 乐卖商城 快乐的乐 然后小卖的卖 乐卖商城 然后我就上去Google 就是到底有没有 这个东西 他说卖了36万种 不同的东西 除了枪炮弹药 不卖之外 其他什么都卖 然后就是可以卖宝石 然后 老斯莱斯都有 对对对 老斯莱斯 印象深刻了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 买得到 但是我在Google上面 找不到这个乐卖商城 所以我是很怀疑 就是说 如果现场的听众 有稍微Google一下的话 他就会知道说 到底你说的在哪里 这样子 到底他的实际的 使用场景在哪里 我觉得他这边提到的 这两种 一个是 几乎可以说是 上架交易所变现的 这个功能 然后另外一个是 实用场景 这其实是很多 过去的ICO的案例 里面他 ICO未必都是坏的 但是他们其实也都是 基本上这两种用途 就是说你可以变现 然后另外一个是 你有一个实用场景 这样子 其实再补充一下 就是说 就是相信还是用 虚拟货币对虚拟货币的方式 来处理 其实还避开了另外一个法令 因为我今天是 以律师身份来的 然后我就多讲点法律 还有一个就是 洗钱防治法 洗钱防治法 他其实也想要管理这一块 因为太多人 其实实质上 我们不客气讲 不管法律 或者是中外银行怎么说 实质上的确是有人 他做通货的使用 比如说以币去买商品 这个事实是存在的 可是洗钱防治法 目前的态度是什么 他还是管金钱 那虚拟货币 如果是兑换虚拟货币的部分 他目前暂时不管制 他只管制什么 一旦你从虚拟货币 兑换回法币的时候 他会管这一块 所以说 他在那边兑换来兑换去的时候 这时候 因为洗钱防治法 机制目前没有到那一块 所以他是不管的 这是另外一个 除了银行法 还有洗钱防治法 这两个都是蛮重要 目前对于金融来说 这是非常重要的法律 前面有提到 就是说NBY 兑换回比太币 我稍微有点不同意 就是说 因为他说NBY是 其实明恩刚刚已经强调两次了 我在等你说出来 他说只涨不跌 然后这种 只涨不跌的货币 我目前还没有看过 我也没有看过 然后我很好奇 因为尤其是 既然是内部 那请问他的涨跌 到底是出现在什么地方 我非常好奇 所以就是少数人在玩就对了 然后其实台湾的股民太多了 大家应该非常清楚 在潜跌的市场 如果有一种投资攻击 不管是股票或是虚拟货币 他的筹码集中在 极少数人手上的时候 那么基本上 要他涨就涨 要他跌就跌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封闭的 所以就只涨不跌 这个他讲了很多事实 然后就会偶尔跳出几句 有备于事实的情况 这是非常高明的骗术 就是这样用的 所以假设了 这个体系 如果将来并不是维持得很好的话 NBY就算出现那个商城 会不会因为这个币值的变动 会造成说 他其实买不了任何东西 会不会有NBY的通货膨胀 会不会有NBY的什么 暴跌 然后造成什么 就像1930年代的 那时候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可能用4亿马克 可能只可以买一张车票 那这样的情况 在NBY发生的话 那我们还能够相信这个货币吗 他还是可以买 只是说你没有办法买东西 就是说因为价值太低了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都是必须要让NBY 或是乐成的投资者 必须要慎重考虑的 所以其实这边要讨论的 就是说NBY 他可能可以换成以太币 但是未必他能够换到 你想象中的那样的以太币 另外一个其实还蛮有趣的 就是说他当然也要增强 大家的投资者信心 那我们的这个乐卖商城 就像前几年的拼多多 到美国上市一样 2020年的时候 要到纳斯达克上市 OK我就 哇哦 对就你刚刚提到的 他是用币币交换的方式 而不是换到法币 对 他里面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说法 我觉得很有趣 他在批评其他人是资金盘 他说我们是拿NBY给你 我们不是给你现金 给你现金的那个叫资金盘 我就哇哦 OK 就定义都是他定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其实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是说在你讲完之后 我就觉得说 哦那果然他真的是为了避重就轻 可以讲出很多新的话术 然后让大家觉得说 哦那一部分当然是他 规避了他的行责 然后另外一部分是 他可以告诉大家说 哎你看我们真的不是资金盘 我觉得哇这真的是很有精心设计的东西 是 其实您刚刚讲到纳斯达克 我刚好想到另外一个 号称呢 这个应该是空前的庞兹骗局 那就是马多夫 为什么从纳斯达克联想到他 因为他是纳斯达克的前主席 然后他呢 非常的呼风唤雨了很多年 然后他自己开公司 然后弄一个基金嘛 然后呢 嗯玩得很大 然后他每个月呢 会固定给他投资人 大约1%的配息 哎这样1%听起来好像不怎么样 但是年率12% 而且非常稳定 这是非常厉害的成就 所以说造成了非常大咖的投资人呢 甚至于呢 那剧情的基金都忍不住 一定要加入他这样子 最后终于崩盘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某些经济情况造成 比较多的投资人想要体现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就是说因为投资人 他因为基于贪心 他觉得哇 那么稳定又高获利的场所 我应该什么 立上滚立 我把利润呢 再投回去变成本金 他们不提现的 除非他们真的有需要 于是呢 当终于经济情况发生改变的时候 还是有比较多人提现 大概提了70亿美金 他终于不行了 而且刚好这时候很有趣 被马多夫的儿子检举 因为他们也这样子同样的基金 他们居然都没有发现 自己的父亲呢 那么多年来 其实都是什么呢 作家的 他还是一样 其实还是后金不前金 因为他没有办法 维持那么高的利润 然后终于崩盘 按照警察官的起诉书的 说法 他们的统计是 他大概吸金了 650亿美金 这个应该是 目前还是记录了 也很难突破 希望不要突破 是希望不要突破 对 对 这其实还蛮有趣的 就是说 现在看起来 他们的一个共通的特色 包含在1920年代的时候 他自己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买卖这种邮票的 这种邮政的工具 那时候其实很少人真的知道说 这邮政工具 他到底确切是在做什么东西 是的 回到刚刚这个虚拟货币 其实也是一样 他其实都某种程度存在在一个轻荒不解的阶段 就是大家好像知道一点点东西 然后不知道一点点东西 他里面还有提到就是说 那我们2020年的时候 你再把它卖掉就好了 他会说为什么是2020年呢 是因为2020年比特币减半 就是产量减半 这也是事实 没错 就是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 中本聪他本来就写好的东西 他只是说产量减半 大家会觉得说 那供给变少 然后需求固定 所以他的价格应该会上去才对 当然其实最近已经有很多的例子 例如说莱特币 其实是最近减半 产量的一个案例 那他其实减半完了之后 有上去吗 没有啊 他跌下来了 所以其实这都是理论 理论上应该是要减半 然后应该要上去 但是其实并没有这样子 所以很多的这种案例 他可能用很多假设 或者是说用很多真的 有假的 但是如果不是 真的很了解这个整体的概况 包含1920年代 如果他知道说 那邮政邮票的工具 到底是什么东西 到底真的能赚那么多钱吗 那他或许就会发现说 那其实好像没有 他可能就不会被骗了 这样的确是这样子 对那 其实同样的在文章里面 其实Plus Token 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 就是他们的收入来源 他强调说 你拿到不是NBYB 你拿到是Plus Token 那Plus Token是怎么来的呢 它是 我可以帮你智慧搬赚 就是说 那这个交易所 这里的比特币 比较偏移 我在每一个不同的交易所 我都有一个智慧机器人 那我帮你买进来 然后在另外一个交易所 卖出 那你只要持有这个Plus Token 你可能就可以拿到一些 获利这样子 对那等等的 它其实有非常多 不同的做法 但是它其实的结构 是非常相似的 都是说 那请你把一笔钱 锁进来再说 那我要拿着这笔钱 那这样子它才能够 不给签面的人嘛 是 然后后面接下来 它就是说 那保证一个很高的收入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说 希望你一层串一层 就是你赶快去 拉下面的人进来 要不然我们就没钱了 它当然也不会说 它会说 要不然就是 大家就错失了 这个赚钱的好机会了 对 它会说 现在我给你8%的利润 然后呢 如果你拉人进来呢 你拉三个 我给你10% 对 或者说你每拉一个 我给你多少奖金 也就是说 它是基于人的贪念 说 我多拉一点 我可以赚更多 就是这样子 就形成了一层一层的结构 所以 这就会越拉越多人 那直到 就是说 最后一个进来 其实是最碎的 因为你就是 还没有拿到收入 前面可能都为了 要养这个池子 那所以都真的拿到一点 那最后一个 你前头进来 然后他隔天就倒了 这样 那就是 你就是损失最大的人 对 最下限的最惨 那中间的呢 是不是 有机会回收 有机会 但是前提是不贪 为什么呢 因为大部分的人 还是拿了所谓的利润 再投入本金 他什么都没拿到 最后 他以为他账面上 越来越多的 不管是现金 或是货币 结果都落空了 所以其实今天 透过这一集的节目 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说 其实在防止骗局里面 发展出不同的形式 但是其实它的结构 是非常相似的 套用在虚拟货币领域里面 它其实可以 规避掉很多 本来我们讨论的 就是它是金钱 才能够触发 它特别重的 这些规范 银行法 或者是洗钱防治法 是 对 像plus token的话 其实您刚刚提到 那个搬砖 因为在类似的工具 比如说在外汇 也会发生 因为全世界各地 都有外汇的交易 但是因为外汇 比较像电头市场 所以那个 价差的确是存在 然后呢 于是想办法 就是利用各种价差去做 找到那个 有比较大的价差以后 去下单 那是有可能 这是无风险 套利基本上 就是要无风险 才能够套利 对 同时交易一买一卖 赚到价差 但是呢 像外汇 或者说其他的金融工具 要做这种套利的机会 其实随着什么呢 我们的资讯的 快速的传播 跟发达的情况 那个机会越来越少了 虚拟货币也是一样 所以说理论上 的确可能存在套利 但是不可能 获利这么高 就是说 如果我们真的要研究 我们的投资的话呢 最好能够 多下点功夫 起码要比你研究 下一顿要吃哪一道菜 还要多的功夫 也许你就会 看得比较清楚 对 所以我自己是 最近其实也有在研究 去中心化金融 Decentralized Financial 那这里面其实也有存在 类似的高风险 高报酬 我自己其实真的有能用的 就是一个叫做Compound 它是一个去中心化借贷平台 那我身边有蛮多 认真研究技术的人 会觉得说 那这还蛮好奇的 那它其实也跟这个 乐存钱包 或是其他的 你刚刚提到的 年利率12% 其实Compound 它的年利率 就是大概11 12左右 当然它就是浮动 我们就是 有时候会讨论 就是说 我自己也不敢放 多少钱进去 就是放个几千块钱 然后看看到底 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 我们都在讨论说 这个利率 到底是怎么来的 就是12% 看起来也太夸张了吧 真的太夸张了 对 因为你放一年 你等于是一年放100万的话 你基本上就是一年 获得大约是12万 换句话说 你躺着在那边 就是一个月收入1万 这样子 对 那这是很奇怪的 我自己是还没真的认真 研究它背后的这些机制 但是 大家的共同结论 可能是说 现在玩的人 可能还很少 那需要借的人很多 但是供给资金的人很少 那所以造成资讯的不对称 那所以所造成的这个 很临时 很及时 虽然它已经存在 大概几个月了 但是看起来好像 还继续存在 我觉得在这区块链领域 或者是在虚拟货币领域里面 其实就是这种 就是 你看这也是12% 那如果你说 这12% 那12% 那看起来好像就是 在多数人眼里 看起来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了解 对 但是有一些可能是 有的人赶真的投 有些人就觉得说 那是诈骗 那如果没有真的认真研究的话 可能就会觉得说 那真的 好复杂这样子 对 对 没错 那我们今天就是 非常感谢 徐律师来 谢谢 这边跟我们讨论 币圈的庞氏骗局 他也具有非常多 经典的案例 那如果你喜欢 我们今天的云节目的话 欢迎你在节目的下方 有我们评分 或者留言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